世间有两种爱情最为浪漫 一是一见钟情 二是青梅竹马 四川的王先生和李女士就属于后者 我们是同年级不同班的校友 年轻的时候感情都还挺要好 我们打小就在一起那种好感是彼此都有存的 可茫茫人海中他们走散了 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就各自成家了 我也就只有私设的那种潜传在心底 多年以后他们有了相同的离婚经历 并有了再次的相逢 基于捐巧合就找到了 这样子我们就才一同一走在一起 我爸是作为是完美的 完美的 是很好的 我就很憧憬我们俩在一起 青梅竹马 忠诚俊术 可浪漫的结局却迟迟没能到处 我们就不适合在一起 鸳鸯现在变成冤家了 立了冰骨 冰叫了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鸳鸯会变成冤家 强龙离开了水也难以失望 爱是有爱的位置 爱有爱的边 爱有爱的内涵 调解团队要将如何帮他们扭转局面 今晚金牌调解 请您与我们一起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中排乳酸菌素片金牌调解 江中排乳酸菌素片 每天嚼一嚼乳酸菌调理 助肠道通畅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王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和我先生就是2009年结婚至今 已经有9年了 我们这结婚9年里面呢 就是感觉沟通起来很难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说不了两句就吵架 这是我心里面最压抑的 我们俩也找不到方法 所以才能到现在 请胡老师和 在座的观察员 跟我们调解一下 找到我们问题的根源 沟通的问题是有 就是沟通达成率特别低 就是沟通率是有的 但是沟通结果不是很好 有过程无结果 那今天王先生是想解决什么呢 就是相互的肩 把相处之道相互融入一下 而一个把脾气性格收敛一点 个自我完善一下自己 最重要的是 有种夫妻间的认同感 这个认同感 我自始至终没有找到 这个问题 我一直上他要过这个认同感 但是他觉得 你都不认同我 干嘛我要认同的 好像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 鸳鸯现在变成冤家了 提到婚姻中的痛苦 李女士一度哽咽 但提到分手 显然两人都是不舍 因为他们的结合 曾经是那样充满感动之情 2008年地震的时候 然后呢当时 我先生可能还是 心里面放不下我 他就 他就在凭着记忆 找我的电话 到处找 无意间呢就 机会捐巧合 就找到了 找到了 当时我都不知道是他 他们打电话过去 然后听他声音 我还知道是他 这样子我们才又重新走到一起 当时的地震来了很强烈 所以说我也很担心 身边要好的朋友 心中放的朋友的一些安危 所以我也打电话 试图想知道 获得对方的信息 实际自己好安心 我们打小就在一起认识 因为我们两家 隔得也不是很远 彼此间的那种 青春期的磨动 那种好感 是彼此都有存的 但是感情也很单纯的 没有别的杂志 这一次的联系 如果按照刚才 李女士的说法 是慢慢开始 去延续你们之前的 那个情感 对王先生来想 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有 这种主观的愿望 所以这个开始 与你们两位来说 在心底 是美好的吗 我爸视作为是完美的 曾经完美的结合 为何到现在 变成了两个人的痛苦呢 原来 李女士是一位商界女强人 而王先生是一位 普通的公务员 几年前 李女士生意做大 要到四川开拓新市场 在妻子分身乏售的情况下 王先生辞职 接手了妻子的大本营 在贵阳的公司 在生意上 王先生是个 不折不扣的菜鸟 不放心的李女士 于是多次垂帘听证 矛盾也就在这时发生了 我想说 它是一个陌生的行业 那我也很担心 担心我就会打电话 到那边去 找工人了解一下 那边的情况 他就会觉得 你有什么事情 你都不沟通 你就自己找工人了解 觉得你不放心他 对 他就会认为 我不信任他 王先生有吗 这个感觉 反应我是有的 因为我的方面 我还是比较敏感 上次是去年 去年因为微信走账 和支付报走账 每天的数额比较大 当然收入和支出部分 我都是由财务来负责数据 我每天支付一笔钱 进出一分钱 我都会告知 前台和财务做监管 他可能一致 从内心来讲 还是比较反对 反对我来收 微信收账这部分 然后在没有一个 好的平台 和好的成熟方案之前 我们就开过会讨论 就说还是暂时 由我来负责赞收 当有个好的方案 出来之后 那么就有第三方 或者专业的平台 来统一收付款 这部分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他就对这方面 一直存有 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就去银行 去掉了流水 就是他不信任 最终就是闹矛盾 去争执 这就是你前面所说 我们有沟通 但是会沟通不到 一个好结果 对 实际上微信 你之前开始 我都不是很重视 那就是说 我们也是一家人 他收 我收 都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们账目 清楚就可以了 只是当时 我去办款的时候 刚刚好 我们有个门店 打电话给我 就是有个客户 要转微信 然后呢 说打他电话 打不通 就打电话给我 叫我 加我的微信 支付给我 那我刚好去办款 他在车上 然后他就问我说 怎么客户 会转微信给我 我说刚才 就是门市上 打电话 说你电话 打不通 客户要买货 买来 要找就要走 所以就叫我家 他说肯定是 你叫门市上 不准转我的微信 转你的微信的 那当时我心里面 又觉得 心里面很 不是滋味 因为我觉得 我压根就没有 这样想过 他刚才说到 之所以心里 会有些不舒服 是比如说 你过去银行 当初是 我们贵阳本地 有个供应商 这个款呢 他一会儿 他也在转 一会儿 叫我在转 然后那老板呢 就打电话 跟我说 你还猜我多少钱 你把这个款转给我 好 我就在银行里面 就转给他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他说你怎么跟他转呢 我的应该转过了 转多了 转超了 这就这么一个件事情 之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以后你微信 不要支付货款了 我们就统一 那我们支付 那你去银行 调单是为了 就是怕供应商的货款 他又付了我 付了付从我 这种情况 当然他就认为 我不信任他 本来这个事 可以解释清楚 就没有问题 我是跟他解释的 他不相信 就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去调单 我确实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账款 跟厂家账款 都是我来打 所以没有跟上 然后我去银行 我就顺便 把那个流水打出来 看一看 有没有营漏到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解释 对于王先生来说 可以接受吗 我聪明地说 可以接受 王先生最后一句话 说得很委婉 我聪明地说 可以接受 但弦外之音 不言而喻 他承认 在生意上 他的确有 不太成熟的一面 他也接受 妻子的批评 他希望这种批评 也是一种沟通 但是妻子的批评 往往是狂风暴雨 一次我们要开一个 年度的大型的烘焙展会 结果我们邀请了 很多厂家来参加 也邀请了很多客户 因为是一年一度的 大家都比较重视 然后一个品牌 一个公司就认为说 他要上他新的产品 当时他来 来到公司 然后就听到 有一个公司说 要上一个新的产品 又不是我们知道的 又不是我们同意的 干嘛你要上呢 他就误认为说我知道 是我同意这个产品 要临时的上会 所以他就说 我们在公司里面 乱搞乱做 不负责任 跟谁说这个话 当时他就和我翻脸了 说这个事情 我就给他解释说 不是我同意的 我也是刚刚知道 你什么时间知道 我也就什么时间知道 然后我就 闹得够不开心 妻子的脾气 让王先生难以忍受 他不明白 他明明是来帮妻子分忧的 为何妻子要如此待她 而李女士一谈这事 也是一肚子委屈 丈夫说来分忧 却恰恰成为 他最大的忧愁 去年李女士检查了 贵阳公司的财务报表 销售额是大幅下滑 一见到这个 李女士下定了决心 丈夫该走人了 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去拜访过一个客户 我们贵州当地最大的客户 人家点名到信的 喊着我说 你把哪个公司管得好 如果说 你们不能够一心地 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你还不如把他关 然后回来我就跟他沟通 就说一只老公也觉得说 因为他个性也比较强 然后呢 他也会觉得是说 我给了他很多压力 那我就跟他讲了说 四川公司这边 要上一个新的项目 你在贵阳 你觉得是因为 我之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是有 因为我不管是广怀也好 还是之前有铺垫也好 你就觉得是 受我的压力很大 那像现在四川这个项目 要上 你按你的市卫去操作 谁呢 我想就是自己专心地 在贵州 把业务重新做起来 无非两个人 把待的地方换了一下 对 沟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心里面接受不了 他说他没面子 他也不能理解 我们就吵架 吵架到最后看到我发火 他又被动地接受 王先生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疑点就是两点 第一个呢 他是那天 去拜访了一个 以前合作过的一个客户 可能这个客户 对他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掏了一肚子的 自尊心回来 然后呢 就跟我说 公司有这样的问题 哪样的问题 团队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 没有管好 导致了公司业绩差 没有 你有这么说吗 没有 那就我听错了 说心里话 就是我们好好沟通的时候 我是从来不会那样说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俩发生矛盾 到了一种极端的时候 他说话 没有自己分寸的时候 我也会有游戏过火 明白 在那个时候 他想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 好吧 干脆你去开拓 那边的新天地 那这边 我来把它维护好 这是他的解决方法 你呢 之前我们有交流过这个环节 就是说我待在这个公司 其实待在哪里 我内心地讲 我都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有一种夫妻间的认同感 我心里面一下有落差 所以从贵阳撤出来这件事情 对王先生来讲 我比我选择 不然没法持续 你对辞职 去帮他分担他的压力 这件事情 从我的骨子里来讲 我是不后悔的 但是有时候 情绪都低落的时候 我觉得 他对我没有认同 所以我就觉得 再怎么苦 再怎么累 都没人能认真我 我求不到答案 王先生认为 自己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所有的吃苦受累 都是为了妻子 为了家 可是自己 却得不到妻子的认可 这让他的心空落落的 而这一点 不仅体现在生意上 还体现在生活上 7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上日本 去上日本 走的时候 外人给了我一万块钱 然后又给了我张信用卡 我心里想去日本开团会 也不容易 回来管他值不值钱 我想买些礼物给家人 然后我又利用 会后的时间 逛商场 当走到诸事会社的一家 比较好的化妆品店的时候 有新的就想进去 我就问价格下 千金不够 翻译就跟我说 至少要一万二千多 因为千金只有一万 然后我就逛了别的商场 就买了一些 不是很昂贵的 这种化妆品 生活用品 最后呢 我想 我也想给我弟弟 带给我他份礼物 我就买了个T恤刀 买了之后 那一万块钱 就没了 我就刷了信用卡 显示是两万多日元 信息 我爱在那里就收到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就认为说 第一句话 你又在买什么 你又在消费什么 对刚才就是 我先生讲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有补充的地方 当时我和孩子在老家 然后头天晚上 我打电话说 给孩子买礼物 跟我买礼物 都买了 没什么买的了 第二天 他去就是转转 就回来了 那那天又早上 我们正好是周一 在开就是公司的例会 然后突然间 我收到一条短信 不是两千多块 是显示好像是两万多 还是二十多万 我记不得了 但是我没注意看 我就看到一个 多少数字嘛 我就还要开会嘛 他就打电话问我 说我收到短信没 那我想了 这么大个金额 买啥呀 不准 所以你买好了吗 就这么一句话 因为刚才王先生讲的 他复述出来的那个语气 不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语气 但是我当时就这样跟他说的 听起来是有差的 对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买什么 这么贵 你认为这是一句 很正常的询问 对 并不是责怪的意思 没有 没有 还接受不了 李女士觉得没什么 而王先生觉得没有被认同 可见在同一件事上 两人所理解和感受到的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种不同的感受 已经延续到了他们的生活中 现在两人之间 已经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达不成共识 他是往左 我是往右 我是往右 他是往左 就这样子 我们就不适合在一起公司 可以说 工作上管理理念的分歧 已经让他们失去了 静下心来交流的耐心 两人之间的感情 变得越来越淡漠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他们日常的生活 平常我们就会 为了一些很不起眼的事情 就吵得天翻地覆 什么伤心的 难听的话都讲了 我们不逛商场 没有散步 没有逛街 还有当初的那份完美 还怀着当初的那份憧憬 就是没有了 接到冰谷 冰叫了 那么 对于这对明明相爱 却又无法靠近的夫妻 调解团队各位老师 将如何看待 他们之间的问题的 其实你们的感情 应当是有基础 应当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 又觉得活得很累 又要来找方法 如何能生活得更轻松一些 这里面的问题呢 跟你们两个人的职业有关 男方是属于公职人员 说话要实事求是 女方呢 是商人 那么商人 他很多地方 他就需要灵活 需要用自己的方法 不管是否实事 他还得要求利 他必须要有利益 男方一个堂堂的男子 毅然下海 跟着妻子去干 要知道那块地方 强龙离开了水 也难以实战 你上了岸 想有一番作为 还又想在女方能帮上他 偏偏你到那里水土不服 那么这样一来 他又是商人赚钱不容易亏钱 那就很可怕 滑起来很快 他当然担心了 这里在家生孩子带孩子 那里又担心你 能不能够把公司管好 把业务做好 他内心是非常的焦虑 一个女人经历了两次婚姻 一个女人在上海拼搏了这么多年 让她现在能够放手 给到一个外行去管理公司 她可能会非常的焦虑紧张 男方的所谓不信任 实际上是没有了底气 从你一开始用情绪 在控制女方的时候 我就是爱你 你不能对我杀仿 其实那个时候 你所谓的表面的强大 其实你内心是 不强的 你信得过自己吗 他一定会爱我 我值得他爱 你信得过他吗 他这么多年在商场 又有钱 认识的朋友又这么多 然后最后我又奔着他去 把工作都迟了 我又驾驭不了他 在生意上 我现在帮他 他又不信任我 所以男方 现在其实是非常的尴尬 你提到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你说到了用钱的问题 面子的问题 你们要找方法 首先要调整 不要把生活和工作 混在一块 公司就是公司 家庭就是家庭 所以说你们如果继续这样子 工作和生活混在一块 会出大问题 这位先生 我们有一部电视剧呢 叫做《士兵突击》 有一句台词叫做 心稳了 手就稳了 当你们两个的感情 不和谐的话 或者感情没那么浓厚的话 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 影响非常大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所以事业可以先放一放 我们就先来谈感情的问题 我想对这位先生 先说几句 我就发现 你在亲密关系处理上 有问题 因为有两个感觉 一个是安全感 一个是认同感 一个人安全感不够的话 他会在外在构建很多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 对方是不知道的 你达不到我这个标准 我夸我就爆出来了 第二个呢 就是认同感 就是你特别希望 你的妻子能够认同你 这两个 就是你的安全感和认同感 很大一部分地建立在 你妻子身上 这个就跟那个 找妈妈的感觉是一样的 安全感的建立 最终是要在自己身上去找 如果在别人身上找 把安全感放在别人身上 我们自己是非常动静 我想说对于李女士说 其实在我们心理学当中 一个妻子啊 在一个家庭当中 一般来说是一个情感枢纽的角色 对于你来说呢 会有一点困难 用一个词来形容你 叫扛 就是你特别能扛事 那么特别能扛的人呢 有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 情感柔软的部分也会少一些 就会有点硬 所以为什么你们俩会吵 跟这个关系很大 我既然能扛了 我就不用你了 不用你了 那我就不说 慢慢你在你内心 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 就是你在懂他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的世界相对独立 甚至有点孤立 你就不太懂他了 包括他想要一个 稳定的温馨的持续的家庭 为什么我说你不太懂他呢 就是你让他回四川 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对他的情感上打击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就是 你能不能愿意放下身段 把你内心当中柔软的部分 然后那种比较苦的部分 跟他倾诉一下 当你这块不打开的时候 他那块也没办法打开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用柔软 对柔软的时候 只能用强硬对强硬 王先生 其实我知道 你把你身边这个女人 看得挺重的 如果说你不是把她看得比较重 你不会有勇气 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去问她是不是好 我觉得你当时的那个勇气 来源于你的内心 对于那一段青春时期 情感的难以割舍 更源于你对于 现在她的一种期许 那个时刻呢 你非常的勇敢 可是走到今天的时候 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 我想先问一个 比较冒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问李女士的 当你在接到她问候的时候 肯定那时候 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朋友 在发生灾难的时刻 心里牵挂着你 很高兴对吗 那个时候的你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指的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我再说得直白一点 你的经济状况 在我们当地 我们那个行业 做到数一数二 年收入大概接近多少 三百万左右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 而是因为 在那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一个女人 她必须靠自己 她也唯有靠自己 她才能够赚到 这样的一笔钱 能够养活她的家人 养活她自己 能够让她每一个 在乎的人 过上心安理得的 幸福的生活 在那个时刻 王先生您出现了 您知道她憧憬什么吗 她不是憧憬 有一个男人 能够帮她把三百万 变成三千万 她憧憬的是 她一边能够 自己挣着心安理得的钱 另一边能够有一个 可以让自己 依靠的臂膀和胸怀 这个我认可 所以 为什么您会在她身上 得不到的一种 您所需要的认同感 那个时刻的你 肯定是得到她的认同的 不认同谁会和您走进婚姻 谁会去要一个孩子呢 对于都是有了 过去的人而言 那个时刻的她 也是很勇敢的 这给您也认同的 对吗 对 可是接下来您辞职了 您的辞职 我觉得真是为了这个家庭 绝对不是说我个人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连工作都不要了 那个时刻的 您其实做出的选择 是站在保护自己的老婆 和孩子的角度之上 做出的 可是当您在融进了 她所熟悉的企业 她所特别了解和掌握的领域当中 在那个时刻 其实对于您身边的这个女人而言 我坦率的时候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那个领域当中 她要找一个合作的伙伴 她可以找得到 她要找一个帮手 她也能找得到 她要找一个帮她 打理生意的员工 她也能够找得到 但是当那一切的角色 变成了您的时候 很尴尬的 这老婆有些时候 说不是 不说又不是 那么这样的一种误会 放在这儿的时候 敏感的您就会觉得 老婆其实不认同 但我却觉得 那个时刻老婆接纳您 进入她的事业当中 她是非常认同的 她认同的不一定是您这个做法 她更认同的是 您对她的这片心 所以怎么能说 她对您没有认同感呢 这一点是你们双方 都可能存在 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当我们在缺乏了 她的认同时 少了一丁点的坚持和耐心 希望王先生 包括李女士 我们都把曾经的那些勤奋 在脑海里 一遍一遍多过一过 都多认同对方 在这段婚姻和感情中 付出的切实的努力 都去认同她 并且一个词语 珍惜 观察员从不同角度 解读和分析了 双方的心理特点 和所存在的问题 双方都若有所思 可就在他们双方 都沉默的时候 调解员却想让他们 听一段歌词 她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呢 有一首歌叫 绿叶对耕的情谊 我摘录了这么几句话 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的耕在你的土地 这是绿叶对耕的情谊 有什么听后感 我要做好一片绿叶 哎 来了 这个歌词 我觉得特别对应 两位的生活 就是两位的泪水 就好像把一片绿叶 压在土地里面 绿叶不舒服 流眼泪 或者把根拔起 放到绿叶的身边 根肯定是要枯萎 然后王先生说 你要做一片绿叶 那你就是根 就像大家分析的 本来两位 爱就好 但是如果爱的同时 我们丢掉了自己的定位 丢掉了我们的属性 丢掉了我们最佳的关系 爱可能就痛苦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探讨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得坚守自己 这样爱就不会迷失 也不会把好好的一片绿叶 变成一把绿叶 去伤害对方 或者伤害两个人的感情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事情 从根本上来说 可能 就在于爱起来之后有点迷糊了 以为爱情可以超越现实 把现实这个根基给打乱了 我们为什么要那样沉重的爱 就好 我们爱是有爱的位置 爱有爱的边界 爱有爱的内涵 如果我们把这些读懂做好 这份爱它是可以持续的 调取员胡建云认为 一份可持续的爱需要定位和边界 希望他们以爱为中心 重新安排生活 为了帮助他们找回原来的轨道 搭建沟通的桥梁 调取员安排观察员 廖喜玉和陈兴东 分别带着双方进入密室调解 那刚才那个中文一讲的问题 说到我们的公司和家庭生活 和工作分开 实际上我们做三条人 拿回市场去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他把市场的事情管好 沟通了 不是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归牙 你在归牙 对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也可以在那边 按照自己的就是理想 去按照他自己的一些 设计 目标 去做他的事情 每个月 错过五天一个星期 到公园来看看我 针对让丈夫回四川的问题 李女士说出了内心的设想 观察员廖喜玉对此表示认可 但也提醒李女士 不要忽略丈夫的内心感受 因为这个男人呢 从他辞职到后来 他在女人身边 他的自信心去把他需要 让他一点自主权 把他的自己心里掉起来 那你就肯定是要有个规划 你比如说他在四川这边 他还吃饭是 我原来就是在那里讲 我给我给他一万块钱 一个月 一个月 就是那边资金我不懂 他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 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 与李女士 极其沟通疏导 而密室外 王先生耐心地听着观察员的劝气 也时不时地吐露自己的心声 就是生意上的事情 你说感情之间 有没有工作上的因素 确实也有 确实也有 我们建工厂这边四川 投资了有差不多一千多两千万 一群 贵阳公司的这个账务 已经把公司进行抽空了 我辞职那年到公司去 是最困难的那几年 但是就那年 每年我们都要还一百多万 我们把银行的私人积带 几乎都还完了 这就那年看不到 我们没有说是 彼此之间的复苏 相互这样有种鼓励吗 他都没有 没有表达 对 他可能觉得 很正常 他是不善表达 还是认为这是你应该 他在家里家围 强势 应该的 你是一个很需要得到肯定的人 苦力 相互鼓励很重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之后 观察员廖喜玉 带来了李女士那边的想法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希望你能把身从那边管好 他每个月拿出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 中午一就是 生活该资要留花钱 他不管 他意思就是说 你在那边待几天 你可以回到贵阳来 看看孩子 他也可以出雾去看看你 想法是一样的 你愿不愿意单独来做个沟通 可以可以 那没问题 为了让双方真正能体会到 有效沟通的快乐 观察员廖喜玉 把王先生拉进密室 让他与妻子李女士 面对面坐下来 告诉他老公 来 这么多年 是怎么怎么样 也表示一下自己有些事情 可能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对 首先说自己 来 注意沟通 学费沟通 看着他说话 说心里话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真的幸福 还是我们要过幸福一点 可能过去到有点惑虑了你的感受 你心里的落差 你心里面的想法 实际上我也是知道的 可能我做的不够好 让你体会不到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生活上面 我们相互多理解 多沟通 多换为思考 就是你独自安德 你说完了以后 你要针究一下她的 你就问她老公 可以吗 独自的 你的头看着她 来看 独自的 对对对 按照你的自己的思路 戴上笑脸 视传公司 按照你的模式 经营管理好 我也把各样的事情 投讯履履履履 每个月也凑着 各把新机会 老家陪陪你和孩子 来 说完了以后 就听她的 老公 我有这个想法 你有什么意思吗 这叫征求 这叫平等的交流 你有什么想法 来告诉她 对 如果说 在不分心的前提下 做任何分工 我都很乐意配合 谢谢老公 观察员廖启一 手把手教李女士 如何表达 如何沟通 经过观察员廖启一 耐心的教导 密室里 出现了这样一幕 那么 密室结果如何呢 他们找到了 有效沟通的诀窍了吗 欢迎收看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精彩调节 本节目 由助肠道通畅的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冠联播出 我们的节目 正在 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咱们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 清牌条件 密室结束之后 两位脸上都有了笑容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听听 对方心里的话吧 好不好 胡老师说了一句话 说得很好 绿叶和根的起因 下一步 我就调整好 自己的角色和状态 做好这片绿叶 不要在空中飘 让它落地 进入土壤和根汇合 我觉得今天我们到 就是今晚条件来 没有白来 我觉得跟廖阿姨聊了之后 这么多老师 讲了这么多 我也会以后学着 多跟老公沟通 都听听她的意见 就能看她的想法 然后呢 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希望根和叶永远不分离 今天我们把毛阿敏的旋律 请到了现场 让我们愉快地去感受一下 怎么样大家在一棵树上 快乐地生活 那我们请我们陈兴东老师 为大家献上 上一段这个绿叶对根的情谊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意做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意做你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春风中告别了你 今天这方明天哪里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在观察员陈兴东的歌声中 我们即将结束今天这场调解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过去 看到深情拥抱的这两个人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送他们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种美好的感觉 就像吃了姜中牌 五三菊醋片 酸酸甜甜的 鲜酸后甜的 其实夫妻之间 很容易因为沟通不畅 失去对彼此的认同 而没有认同感的夫妻 如水与火 无法相容 会失去信任 理解 默契 关系越来越差 希望王先生和李女士 能痛定思痛 回去之后 能相互关心体贴 彼此搀扶 汇集两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携手共计 让爱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